第1961章 达成合作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楚行云和雷神天帝一连磋商了三天三夜 最终 楚行云代表魔灵族与雷神族达成了合作 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约定以及规章制度 随后 应雷神天帝的要求 楚行云精心为雷神天帝炼制一艘微型大剑形星空战舰 而作为回报 雷神天帝则集合所有资源为楚行云建造一座超级传送阵 星空之海中 传送古阵已经非常发达了 因此 建造传送灵阵基本是星空各族最基本的生存本领之一 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也不需要明白原理 只需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搭建起来 便可以正常使用 非常的方便 当然 传送阵的核心部分是虚空一族才可以制造的 想要的话 需要交换或购买 就像雷神族经营雷神战舰一样 虚空一族 经营的就是各种型号的传送灵阵 既然是为雷神天帝建造的微型战舰 楚行云自然就不能马马虎虎 不然的话 肯定要被雷神天帝小看的 因此 楚行云拿出了看家本领 将整艘大舰 炼制成了一整套组合型地兵 说起来也简单 事实上 楚行云就是将战舰的各功能模块 炼制成组合型地兵 当各功能模块安装在一起时 便组合成了这艘微型的地兵战舰 得到了大舰型星空战舰后 雷神天帝简直开心坏了 要知道 这星空战舰只适合在星海中穿行 并不适合在星球内部行驶 那些超大型的战舰 甚至比行星还要巨大 怎么可能停靠到星球上 因此 在星球内部 雷神天帝原本只是驾驭微型战舰做作驾 但是微型战舰的性能 就不需要多说了 肯定差距太大 而楚行云现在炼制的这艘大舰型星空战舰就不同了 这既是战舰 同时又是地兵 而且还是组合型地兵 整套地兵合起来 已经是山脉级地兵了 在行星内部 这已经绝对够用了 最让雷神天帝兴奋的是 这大舰型战舰 既可以用来赶路 战斗时 也可以当成是兵器 一旦挥舞起来 这简直就是一件超级组合地兵 威力之大 简直匪夷所思 尤其是 当雷神天帝取消了大舰型雷神战舰的驾驶舱 安装上了自己的雷神阵列的时候 整把大舰覆盖着森森雷刚 一箭披下去 简直催枯拉朽 无坚不催 就在楚行云炼制完大舰之后 雷神天帝也完成了超级传送灵阵的组合和搭建工作 传送灵阵建造在一座巨大无比的丘陵之下 雷霆天帝用雷霆之力掏空了巨大的丘陵建造了一座封闭的传送站点 将楚行云带到了超级传送灵阵之前 雷神天帝哈哈笑着道 好了 按照约定 这座超级传送灵阵 以及这整座丘陵 就归你使用了 微笑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正打算开口说话的时候 雷神天帝继续道 不过你要注意 由于你定位的地点并没有超级传送灵阵 因此 开启的传送通道只会维持一小段时间 千万要把握好时间 了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 楚行云可是有蟒蛇之躯的 凭借着蟒蛇之躯 不需要传送灵阵 楚行云也可以开启次元通道 发动空间折叠 因此 没有人比楚行云更了解该如何使用超级传送灵阵 以及该如何把握好时间 楚行云迈步走到了超级传送灵阵之上 放眼朝周围看去 整个传送灵阵直径足有上万米 看起来显得空旷无比 通过这座超级传送灵阵 可以将亿万里的距离通过空间折叠化为一步之遥 传送灵阵越大 空间折叠的力量就越强 能连通的距离就越远 楚行云慢慢闭上了眼睛 将神识沉浸了传送灵阵之中 朝着来时的方向迅速地探索了过去 思想的速度 意念的波纹是世界上最快的事物 没有之一 随着楚行云意念波纹的蔓延 整个时空都似乎静止了下来 无形无知的意念波纹掠过了漫长的虚空 沿着楚行云曾经走过的路 一路朝着真灵世界延伸着 终于 楚行云猛地睁开了双眼 沉生到 次元之门 开 伴随着楚行云的一声断鹤 刹那之间 一道深蓝色的裂缝 缓缓地敞开 露出了次元空间之内 那缤纷的次元风暴 对着雷神天地点了点头 随后 楚行云一步迈出 进入了次元通道 与此同时 空间折叠之力 悍然发动 与此同时 真灵世界内 一处隐秘的山谷内 原本的晴空之上 忽然之间电闪雷鸣 却不见丝毫的乌云 感受到剧烈无比的空间波动 魔灵女皇 以及魔灵元帅等一众魔灵族高层 第一时间从大殿内窜了出来 仰望着雷电交加的天空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道巨大无比 直径足有上百米的空间裂缝 在千万道雷光之中 缓缓开启 下一刻 一道巨大无比 足有七八米高的身影 一步 从那巨大的次元裂缝中迈了出来 面对如此庞大的身影 魔灵异族顿时惊慌了起来 很显然 来着绝对是敌飞游 一时之间 所有魔灵异族都全速动了起来 打算驾驭着深渊魔虫 驾驶着魔灵火箭 对来犯的敌人 予以迎头痛击 不过下一刻 一道无比温暖的意识流 瞬间蔓延而过 意识流覆盖下 所有魔灵异族都停下了动作 双眼星红地朝天空中看了过去 那些普通的魔灵战士还好 反应最剧烈的 还要数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感应到 那道意念拨文后 两人瞬间腾空而起 朝着半空中 那道正在急剧变小的身影扑了过去 一头扑进了对方的怀中 看着两个小小的 恶挪无比 浑身散发着香气的小人 楚行云微笑着道 怎么样 分别了这么久 你们都好吧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同时点了点头 双手紧紧地抓着楚行云的衣精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楚行云千言万语 尽在眼眸波动之中 过去一百多年来 魔灵女皇和魔灵元帅 一直都在深渊世界中厮杀 统一了深渊世界后 非连异族又出现了 这一杀便是百年 百年时间以来 魔灵族已经习惯了战争 习惯了去争法 去争霸 去开拓进去 所有深渊百界 都要听命于他们 魔灵族设计和生产出的魔灵火箭 以及各种巨型 超巨型猎爆弹 都对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战争 魔灵一族成为了深渊百族中 最有权势 最有身份和地位 最为重要的存在 成为了深渊百族实际的统治者 本章完 第1962章 重楼战甲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可是现在 随着战争结束 魔灵一族复闲了下来 天天采采野果 种种灵草 原本 这样安逸的生活 应该是绝大多数生命所追求的 可是 已经习惯了战争 习惯了去征服 去统治的魔灵族 却已经不再适合这样的生活了 虽然只复闲了三年多的时间 可是在他们的感觉里 这三年时间 没能留下任何 值得记忆的事物 仿佛一瞬间 就已经过来了 不仅仅是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事实上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整个魔灵一族 都仿佛掉了魂一般 完全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作为生灵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总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如今 魔灵一族茫然了 他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活着 也不知道活着要做什么 难道说 出生真的只是为了死亡 而活着 只是在等死吗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 魔灵族真的不知道 他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这种情况 名为战争综合症 经历了百年的大战后 这些魔灵族的战事 再也回不到过去 再也不可能像普通的 魔灵族子民那样 过那种悠闲的生活了 如果不能战斗 那么 他们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目光紧紧地 锁定着楚行云 魔灵皇后恳求道 带我们走 求求你 无论去哪里 带我们走 听到魔灵皇后的话 楚行云不由的一脸愕然 愣了好一会 楚行云小心地道 怎么 这真灵世界 你们住不习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帮你们 签回乾坤世界 你们看 不不不 断然摇了摇头 魔灵元帅道 我们已经无法适应平静的生活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和你一起上路 去那无边的星海探险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这次回来 我确实打算组织起一支魔灵大军 随我一同去探险 但是 我必须提前说明 星海世界无比危险 此一去 绝对是九死一生 听到楚行云的话 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同时双眼放光地看着楚行云 魔灵元帅道 向死而生 这才是我们魔灵一族该有的生活 连连点着头 魔灵皇后道 是啊 安逸的生活 已经不适合我们了 只有在血与火中 我们才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面对魔灵皇后 以及魔灵元帅的话语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 沉吟了半晌后 这才严肃的道 我不勉强你们 但也不会拒绝你们 这样吧 传我命令 所有魔灵族子民 可以自由选择 去 或者是留 面对楚行云的命令 魔灵皇后和命令元帅 很快便将楚行云的命令 传达了下去 很快 三千六百多万魔灵族子民中 竟然没有一人选择留下 当然 这并不是绝对的 事实上 超过三成的魔灵子民 其实并不太想那无边的星海中探险 可是他们更知道 一旦离了群 他们的未来 注定是一片暗淡的 而且 魔灵族的凝聚力 是非常强的 只要是大部分人 都同意的 那么剩下的少部分人 便一定会顺从 其实不仅仅是魔灵族 人族也是如此 一个城市 如果超过九成的人都搬迁走了 那么最后剩下的那一成人 也一定会离开那座城市 差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既然魔灵一族决定全体离开 那么时到如今 人族那三万 炼丹天才 便失去了灵草的来源 楚行云通过次元空间 将三万人运回了乾坤世界 运去了天台山 从此以后 丹宗将以天台山为山门 正式立宗 有虚空大阵在 即便是天地青来 也休想破开 而且 天台山的主峰之中 还有九个小娇娘 来作为镇山神兽 只要给足时间 这丹宗早晚会发展壮大起来的 至于说灵草 这乾坤世界内 什么都有 只不过 不能再不劳而获而已 安排好了单宗事务之后 楚行云将三千六百万魔灵异族 从百草重楼中移了出来 作为一件空间系的法宝 百草重楼自然是可大可小 变化自如的 大则顶天立地 直插云霄 小则可藏于戒子之间 将所有魔灵异族移出之后 楚行云进入了百草重楼的第九层 找到了九色路 在九色路的配合下 楚行云将百草重楼炼化 成为了楚行云的防身保甲 炼化了百草重楼之后 楚行云内心移动之间 一袭轻的战甲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身体周围 没错 这便是百草重楼的第二形态 重楼战甲 星面移动之间 放射着九彩光芒的九色路 头顶着一对美丽无比 造型典雅的路角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翩然一跨之间 楚行云骑到了九色路的脊背之上 与此同时 一道九彩的 彩虹般的光环 在楚行云的身后凝聚了出来 看着一袭青色战甲 胯下九色路 身后九色神光闪耀的楚行云 一时之间 三千六百万魔灵族战士 全部跪附于地 要知道 传说中 上古的神仙 正是这幅形象 淡然一笑 楚行云一百手之间 九道青绿色的漩涡 出现在了魔灵族的群落之中 墨绿色的漩涡旋转下 一股强大的犀利 凭空而生 面对如此强大的犀利 那些魔灵战士也没有抵抗 纷纷腾空而起 如圈鸟龟巢一般 没入了那墨绿色的漩涡中 进入了百草重楼之内 如果换了是三千六百万人类 想要全部进入百草重楼 耗费的时间就太多太多 没有一天时间 根本就无法完成 可是魔灵一族体积毕竟太小 而且入口又足有九个 因此 在楚行云的催动下 只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足足三千六百万魔灵战士 便全部收入了百草重楼内部的空间之中 快点 我已经维持不住了 次元通道要坍塌了 环顾一周 楚行云正打算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时候 半空中 那越来越小 直径只有不到十米的空间裂缝中 一道浑厚的声音 却猛地响了起来 听到这道声音 楚行云不由地抬头朝天空看了过去 虽然还有太多事想做 比如回去看看父母 看看孩子 可是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他必须立刻离开了 常常叹息一声 楚行云心念一动之间 那九色路四提踏洞 脚下九彩云团凝结之间 身躯偏然而起 看似很慢 很优雅 可是事实上 那九色路只三两步之间 便钻进了那直径 只有十米的次元通道中 本章完 第1963章 何则两立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随着楚行云的身影消失 下一刻 那空间裂缝迅速缩小 只三两次呼吸之间 便彻底消失在了半空中 同一时间 遥远的雷神世界 雷神之秋下 楚行云驾驭着九色路 身穿青色的重楼战甲 偏然出现在了巨大的 超级传送灵阵之上 见到楚行云出现 雷神天地摇头道 亏了 这笔买卖真的是亏了 你知不知道 只传送这一次 便消耗了我足足积攒了 三千多年的虚空史 摆了摆手 楚行云道 放心好了 只要咱们的合作能成功 这点损失算什么 嘿嘿 搓着双手 雷神天地道 对了 你不是说 要回去建魔灵族吗 怎么 魔灵族就像你现在这么小吗 面对雷神天地的询问 楚行云微笑着摇了摇头 星面一动之间 楚行云 以及楚行云胯下的九色路 迎风就涨 只一会功夫 变得与雷神天地一样高 与此同时 楚行云一探手 一道空间能量 在手心中涌动了起来 下一刻 在雷神天地的注视下 两道小小的身影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手中 雷神天地 身高九米多 身材粗壮的像块板砖 随便伸出一根手指 都快有普通人类的腰那么粗了 而魔灵一族 身高却只有十多厘米而已 尤其是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身高都只有十六厘米左右 在近十米高 粗壮的像块石头的雷神天地面前 魔灵皇后和魔灵元帅 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小到一个不注意就有可能忽略的程度 目瞪口呆的低下头 雷神天地骇然发现 这两个小人甚至没有太眼珠子大 最让雷神天地骇然的是 这两个小人虽然很小 但是他们身上穿的铠甲 却异常的精致 一道道花纹 一道道阵服和线路 简直细微到无法分辨 雷神天地知道 这也就是他身为天地 已经进入了入微的境界 换了是普通的雷神族工匠 即便凑得再近 也看不清楚这些花纹和阵服 赞叹地摇了摇头 雷神天地道 这就是种族天赋 羡慕不来的呀 微笑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是啊 不过其实也不需要羡慕 达成合作后 我们有的 还不就是你拥有的吗 听到楚行云的话 雷神天地顿时黑黑笑了起来 经过之前三天三夜的商讨 雷神天地和楚行云之间 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 楚行云将为雷神一族 量身设计一套五行混合原磁法阵 用来作为新型雷神战舰的动力装置 以替代旧的火系法阵 作为回报 雷神天地将会把全套的 雷钢阵列装置的设计和生产技术 全部交给楚行云 合作达成后 雷神族专门负责建造巨型星空母舰 而楚行云这边 则专门负责建造战列舰 负责巡逻 护卫 驱逐外敌 战列舰 就是用来战斗的舰艇 雷神族的星空母舰 则用来作为载体 一艘星空母舰 可以容纳上百艘战列舰 真正战斗起来的时候 星空母舰 只负责在后方 用超远程的 超级雷神巨炮进行支援 一旦被敌人靠近了星空母舰 基本上 星空母舰 就只能被动挨打 毫无还手之力了 这也是过去千万年来 雷神战舰战毁的主要方式 星空战列舰 以战斗为主 用来容纳生物和物资的空间很小 基本只能维持战斗需要 而星空母舰则不同 虽然拥有超级雷神巨炮 但是内部空间却巨大无比 既可以用来装载货物 又可以为大量的生物提供住处 星空航行 必须靠星空母舰 战列舰是不行的 但是光有星空母舰 一旦遭遇攻击 却太过笨拙 一个不小心 被敌人进了身 便只能被动挨打 剑毁人亡了 因此 达成合作之后 雷神族负责生产超巨型雷神母舰 而楚行云所代表的魔灵族 则负责生产中型的星空战列舰 当然 如果只买星空母舰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到底要不要买星空战列舰 那是买家需要考虑的事情 事实上 楚行云只是这么一说 暂时来说 他还没打算做这笔生意 楚行云相信 等那些老牌的天地都吃过亏之后 自然就知道 星空战列舰的重要性 自然就会花大价钱来购买 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里 楚行云留在了雷神世界里 一来 是要将全套的雷刚阵列学到手 二来 也是要将那套五行混合原词法阵 进行大幅度简化 并且改进到完美之后 交付给雷神天地 为了确保雷神族 一定可以制造出来 楚行云将蒙娜 以及他的五个伙伴 收作学生 将整套阵法 传授给他们 如果蒙娜和他的五个伙伴 可以自主制造出 这套五行混合原词法阵 那便足以证明 这种技术雷神族 已经掌握了 不然的话 就算雷神天地学会了 并且掌握了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天地学什么都不难 难的是整个种族 整个族群 都能学会 并且学以致用 楚行云学习的同时 魔灵元帅 以及魔灵三千妃 也全力拷贝雷神族 关于星空战舰的所有知识 对于楚行云 雷神天地也没有藏私 想学什么给什么 之所以如此 不是雷神天地有多傻 多大方 关键点在于 雷神族和楚行云之间 已经达成了合作 而拷贝雷神族的战舰技术和知识 正在合约的条款之内 而且最重要的是 雷神族和楚行云之间 利益是一致的 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雷神族太过巨大 不可能生产出那种精密的装置 因此 即便他们想 也不可能生产出战略舰来 而魔灵族太小了 如果想让魔灵一族 建造起一艘巨型星空母舰 那需要的时间太漫长了 没有几百年 根本就建造不起来 因此 两族之间 合则两利 分则两害 彼此的利益是共同的 没有丝毫冲突的地方 彼此之间 永远不必担心 对方抢了生意 因此 对于楚行云 对于魔灵一族 雷神天地 没什么可以瞒的 而且事实上 雷神天地 在星海之中 在奇迹之路上 根本就不算什么巨额 只不过是一个 不足称道的小虾米而已 因此 联合其他天地 组建自己的一方小势力 是势在必行的 想单靠一人之力 在星辰之海中混出头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本章完 第1964章 出发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整整一年时间过去 魔灵皇后 以及魔灵三千妃 将全套的星空战舰 知识和技术 都拷贝完毕 并且整理妥当 虽然还远远没有 吸收和掌握 但是以魔灵一族的聪慧 只要给族他们时间 早晚会消化吸收 化为自己所有的 魔灵皇后 带领着三千魔妃 以及三百万符文师 将星空战舰的 所有知识和技术 全部都整理了出来 魔灵元帅 统帅着三千魔疆 以及三百万符文军 则学习和掌握了 全套雷神战舰的 驾驶技巧 以及作战方式 虽然还远远不能 进行实际驾驭 只能在理论上掌握 但是这却是必经之路 不可或缺 最后 则是雷神天帝 独门的看家本领 雷刚阵列了 这套阵列 代表着雷神天帝 对雷霆法则的最高水准 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杰作 对于楚行云来说 想完全理解和掌握 这套雷刚阵列 难度是非常大的 没有千百年时间 根本就没可能 不过事实上 楚行云也不需要理解 只要能掌握这雷刚阵列的 设计和制造方式 便足够了 而且 现在不理解 不代表将来也不理解 只看需不需要而已 传授了基础的 五行混合原始法阵 给蒙娜六人 学习了全套雷刚阵列 拷贝了星空战舰 全套知识之后 楚行云终于打算离开了 临走前 雷神天帝宴请了楚行云 并且赠送给楚行云 一艘大型雷神战舰 大型雷神战舰 长达万米 算是星辰之海中 最常见的星空战舰 原本雷神天帝 想送一艘巨型雷神战舰 给楚行云 不过无奈的是 楚行云根本没有 那么多人手去驾驭 而且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自认为 已经占了雷神天帝够多便宜了 人家虽然大方 那也不能占起便宜来 没完没了不是 虽然雷神天帝不在乎 可楚行云却不会那么厚脸皮 而且 要不了多久 等完全消化和吸收了全套雷神战舰的知识和技术后 楚行云一定会结合着自身的阵符 道文 以及符文之道 炼器之道 炼宝之道 为自己量身定制一艘全新的 前所未有的星空战舰 最后 楚行云之所以只选择了大型雷神战舰 其实是因为 这是雷神族第一艘 装配了五行混合原磁法阵的战舰 如果选择巨型战舰的话 其动力则还是原来的那套火系原磁法阵 在楚行云看来 实在是太落后了 随着楚行云一声令下 学习了一整年的非联帝尊 画出了五行画身 钻进了雷神战舰的架驶舱内 如此巨大的战舰 光靠非联帝尊一人 显然是 无法开动的 不过好在 非联帝尊 不仅仅可以分出五行画身 更可以凝练出 武皇境界的非联子民 因此 非联帝尊汲取了 混沌石碑内的金风能量 画出了三千只武皇境界的非联 协同非联帝尊的五行画身一起 驾驭着那艘雷神战舰 缓缓地升到了半空中 助力在战舰的甲板之上 楚行云对着下方的雷神天地 以及蒙娜等人摆了摆手 随后一声令下 雷神战舰伴随着剧烈的呼啸声 朝着茫茫的星空飞了过去 这艘雷神战舰 是最新一代的战舰 正前方的甲板上 装有两根雷神主炮 战舰的两侧 各装有五十门弦炮 战舰的尾部 则装有六门可旋转的中型副炮 整艘战舰一共装有 一百零八门雷神炮 其火力之强大 比以往的任何一艘雷神战舰 都要多出十几倍 这艘雷神战舰 是雷神一族最新型 也是最先进的战舰 其形状并不是大剑型 正如雷神天地所说的那样 大剑的外形 其实根本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 五行混合原始法阵之上 以现如今 楚行云驾驭的这艘雷神战舰而言 一旦全力开火 百炮骑射之下 即便是大剑型星空战舰 也很难净身 只需要侧侧身 两门主炮 以及五十门雷神弦炮 便可以向任何目标 疯狂的轰击 根本就没有躲避的空间 看着威风八面的雷神战舰 楚行云不得不承认 这种重型的钢铁战舰 确实可以激发起 男儿的浑身热血 不说别的 就说那三千六百万魔灵战士 有环境优美的百草重楼不住 非要搬出来 住在那钢铁打造的船舱之内 楚行云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的 一阵剧烈的抖动之间 被魔灵皇后 以及魔灵元帅 共同命名为行云号的雷神战舰 突破了雷神世界的大气层 进入了浩渺的星空之中 舰掌室内 斐连帝尊的五行化身 对照着雷神天地赠予的星空图 缓缓地调整着方向 有了星空图之后 楚行云一行 就不需要再像眉头苍蝇一般 到处瞎撞了 这一次 行云号雷神战舰 将直奔星辰之海的北方入口 一旦抵达星辰之海的北方入口 楚行云和他的伙伴们 便可以踏上奇迹之路 与星辰之海内 各路星空级高手过招了 较准了方向之后 随着楚行云一声令下 刹那之间 巨大的钢铁战舰的尾部 喷射出五彩的光焰 五行混合原磁法阵产生的巨大推力下 巨大无比的雷神战舰 开启了雷刚 并且有缓到快地 在星空中飞行了起来 五行相声 五行涡轮 开 伴随着飞连帝尊兴奋的呐喊声 下一刻 已经加速到一定程度的 雷神战舰猛的一斗 更加猛烈的五彩光焰 从战舰的尾部呼啸而出 五行涡轮的恐怖推力 已经足有原版的火系 法阵十倍之多 在恐怖的推力之下 整艘雷神战舰越来越快 只一小会时间 原本巨大无比的雷神星球 便越来越小 化作了漫天星辰中的一颗 终于 雷神战舰的速度达到了极限 除非逆转五行 否则的话 推力已经恒定不变了 速度也增无可增 随着速度达到了极限 整艘战舰平稳了下来 如果不以周围的星辰为参照的话 整艘战舰仿佛静止在虚空中一般 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了星空战舰 楚行云就在不必费神费心地去赶路了 端坐在椅子上 瞬息之间便可以跨越亿万里的路程 这就是星空战舰存在的意义 楚行云从乾坤世界出发 一路抵达雷神世界 一共走了三年时间 可是同样的一段路程 如果现在掉头往回赶的话 最多只需要三个月 便可以抵达乾坤世界附近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三年时间里 楚行云每时每刻都在赶路 根本静不下心来去修炼和学习 境界和实力的提升 非常的缓慢 而时到现在 端坐在驾驶舱内 喝着美味的香茶 手里翻看着雷神战舰的各种资料 速度却比原来快了十倍不止 本章完 第1965章 巧合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设定好航向后 斐连帝尊也闲了下来 说起来 这家伙也是怪异 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 但是唯独对驾驶 却痴迷得不得了 这不 刚刚设定好航向后 这家伙便掏出了驾驶手册 聚精会神地学习了起来 原本 楚行云还在担心 担心斐连这家伙 成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混吃混合 可是现在看来 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这家伙 已经痴迷于战舰的驾驶中 九头牛都拉不出来 轻轻收起了手中的雷刚阵列的秘点 楚行云研究了一整年后 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雷刚秘点 是雷神天地的看家本领 想要钻研透彻 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 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身体内 根本没有雷系能量 雷系的法则 他也根本无从修炼 因此理解起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 认他有多聪慧 也无法掌握 他本身没有的东西 以雷神天地为例 他的身体之内 并没有水 土 木 金 四系能量 因此 水 土 木 金 这四系法则 他是永远也无法理解和掌握的 以三族金屋为例 即便三族金屋 成就了无量天尊 那他所掌握的 也依然是太阳真火 不可能忽然掌握太阴真火 只有虚空法神 可以容纳和演化三千法则 就算是大千世界 不也是被容纳在虚空之中 说起雷系能量 楚行云不由地想起了一年前 得自雷神宝库内的 那块漆黑的 布满雷霆状列纹的石碑 星面移动之间 楚行云从次元空间内 取出了那块石碑 石碑的体积并不小 但也不算太大 放在雷神族建造的建长室内 完全可以容纳下来 仔细看去 这石碑高三米 宽一米 有一个漆黑的基座 整体看起来 并不像是墓碑 而是像是用来记载什么的 被当成纸张来使用的符文石碑 只不过 石碑之上 除了那密密麻麻 雷霆状的列纹之外 什么都没有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右手一挥之间 被自无风之渊中的那尊石碑 轰然声中出现在建长室内 与那尊布满列纹的石碑 并肩助力在一起 以前没有对比时 楚行云只觉得 两块石碑有点相似 现在 当两块石碑并肩助力在一起时 楚行云惊喜地发现 如果不考虑石碑上的符文的话 那么两块石碑的外形和尺寸 是完全一样的 就连材质 也没有任何的分别 仿佛是同一个模子里 倒出来的一般 只不过 那道金峰石碑上 雕刻着三千道四符文 但却又不是符文的金色符号 而另一尊石碑上 却布满了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的裂缝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快速地数了一下 整个石碑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裂纹 正好是由三千道裂纹组合而成的 是巧合吗 不不不 断然摇了摇头 楚行云知道 这个世界上 绝对没有这摇巧合的事情 如果这石碑 只是简单的石碑的话 怎么可能经受得起雷神世界 那千万条雷龙 狂批了不知道几千万年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小心翼翼地开始测试了起来 首先 楚行云分别将五行能量输入到石碑之中 金木水火土 随着五行能量的纷纷灌注 整个石碑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皱了皱眉头 既然单一属性的能量无法激活石碑 那么接下来 五行能量同时灌注进去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呢 只稍微一想 楚行云便断然做出了决定 无论如何 事事没问题吧 为了避免出问题 楚行云同时从金木水火土 五行玄金中 同时抽取了一丝五行能量 随后同时灌注 进了那漆黑的石碑之内 虽然只输入了很小很小的一丝 可是就在五行能量同时注入的一瞬间 那漆黑的石碑之上 密密麻麻的雷霆撞裂纹 瞬间闪耀起了紫色的电芒 轰咔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中 一道人腿粗细的紫色电蛇 瞬间从石碑上轰了出来 正正地轰在了驾驶台上 赤烈的雷霆之力下 只一瞬间 那驾驶台就被赤烈的雷霆之力 给融成了一滩铁水 驾驶台被毁之下 雷霆战舰剧烈的一颤之间 整艘雷神战舰的航向 瞬间向左上偏转了大约三十度 彻底失控了 不好 剧烈的声响 惊醒了旁边正在看书的斐连帝尊 猛地跳起身 正打算驾驶战舰的时候 斐连帝尊却无奈地发现 整个驾驶台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烧得通红的 一地铁水 面对这一幕 一时之间 楚行云和斐连帝尊面面相去 足足愣了三秒钟 楚行云猛地跳了起来 二话不说 直接赶去了雷神战舰的生活舱 全速将分散在各舱室中的魔灵族战士 全部收回百草重楼中 要知道 刚才的震动中 雷神战舰的航向一定被改变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一头撞在一颗星辰之上 当场撞得粉身碎骨 很快 所有魔灵族的战士 全部被收回了百草重楼之中 楚行云第一时间赶回了舰长室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希望经自己所能修复雷神战舰 就算无法彻底修复 但最起码 先将五行混合原磁法阵关闭 将航向修正 尽一切可能 将这艘雷神战舰给保护下来 好在 这艘战舰是楚行云亲自设计 并且亲自监工制造出来的 因此 对于整艘战舰的结构 可谓是了如指掌 很快 楚行云便关闭了五行混合原磁法阵 但是航向却已经无法调整了 刚才的震动中 雷神战舰的航向 发生了最少三十度的偏转 如此一来 一辈子都不可能抵达奇迹之路的北方入口了 最为悲剧的是 由于驾驶台被毁 战舰已经无法操控了 楚行云只能勉强开启了减速装置 但却只能开启一小部分 最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让整艘战舰彻底停下来 面对于此 楚行云自然舍不得放弃这艘战舰 只思索了一小会 便从次元空间中取出备用金属 全速炼制了起来 驾驶台被毁不要紧 再制造一个驾驶台就是了 只不过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未来的一周之内 雷神战舰只要不撞上星辰 或者是大的陨石 楚行云便可以将驾驶舱修复 从而保住整艘战舰 本章完 第1966章 星空迷航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站在地上看星空 一颗颗星辰离得都很近 似乎都是紧挨着的 可是事实上 看似很小 连米粒大小都没有的小星星 其体积之大 可能千万倍于普通的行星 其体积哪里小了 而且 广袤的宇宙中 其实是很空旷的 星辰与星辰之间 拥有着漫长的距离 不故意瞄准的话 想撞中一颗星辰 那真的只能说是巧合了 接下来的一周内 行云号战舰运气比较不错 虽然被几块陨石砸中 对战舰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但是总的说起来 却是没有大碍 一周之后 驾驶台终于修复完毕 雷神战舰终于重新恢复了控制 斐连帝尊终于可以驾驭战舰 将速度降下来了 可是很快 新的问题出现了 由于驾驶台被毁 雷神天地赠送的那块星图 也顺带着被毁掉了 因此 虽然恢复了对战舰的驾驭 但斐连帝尊却发现 他们似乎迷路了 看着周围既熟悉无比 又无比陌生的星空 楚行云和斐连帝尊面面相去 此时此刻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甚至不知道 自己在朝什么方向飞 星空宇宙 最是浩渺 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上下左右可言 朝四面八方看去 入目所见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星辰 无论往哪个方向看过去 看到的似乎都是同一幅画面 无奈下 楚行云只好闭上了眼睛 全力感应了起来 由于距离太过遥远 楚行云留在各处的定位蟒珠 都已经失去了作用 如果距离近的话 楚行云是可以感应到 定位蟒珠散发出的空间波动的 可是现在 也不知道跑出了多远 那么微小的空间波动 根本感应不到 不过 作为真灵世界 和乾坤世界的世界之子 楚行云是可以感应到乾坤世界 以及真灵世界的位置的 当然 如果距离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哪怕是两方世界 也无法感应了 帝天翼作为南方星空的天尊 他在北方星空里 就完全感应不到 他所掌握的三千颗星球 也无法从那三千世界中介力 好在 楚行云现在虽然说跑出了很远 但是事实上 连星辰之海都没进 从本质上说 他依然在家门口附近徘徊 因此 只稍一感应 便感应到了两方世界的存在 以及确切的位置 虽然不想 但是如今 楚行云也没有神妖办法 只好调整航向 朝着乾坤世界的方向 全速行驶而去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 基本没什么可说的 这一次 楚行云不敢继续研究那雷霆石碑了 这次是运气好 下次运气可未必有这么好 一路飞行之间 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距离乾坤世界 也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最多再有两周时间 便可以抵达乾坤世界周围 眼看着一路顺利 即将回归乾坤世界 一颗色泽漆黑 通体被灰黑色云雾包裹着的奇异星球 出现在楚行云的视线中 疑惑地低头看去 楚行云的脸上 竟是惊讶之色 如果不是刚才正好从这颗星球旁路过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这颗星球 楚行云简直不敢相信 这里竟然有一颗星辰存在 虽然楚行云的星空航行经验 也不算丰富 可是航行了这么久 见过的星辰也足有千万颗 可是只有这颗星辰 可以瞒过它的一切感知 神识 意念 灵魂 精神 甚至 就连雷神战舰上安装的 号称连黑洞都能感知到的阴阳原磁波 都没有发现这颗星球的存在 混杂在漆黑的星空中 若不是距离太近 即便是肉眼 都无法将这颗灰黑色的星球 从漆黑的星空背景中区分出来 惊讶之间 楚行云示意斐连帝尊 将战舰停下来 开启了雷刚防护 随后带着斐连帝尊一起 破开了星球的云雾 钻进了星球的内部 刚一穿破云雾 楚行云便被面前的荧幕 惊得目瞪口呆 众所周知 绝大多数的星球 都受引力和向心力的影响 呈现出浑原的球形 可是这颗被浓密的灰黑色云雾 笼罩的星球不同 确切地说 这根本就不是星球 因为这颗星辰 根本就不是球形的 猛一眼看下去 整个星辰巨大无比 但是看上去 却仿佛是从某个星球上 砸落的一块残片一般 巨大的 横跨千万里的巨大残片上 不断升腾着鸟鸟的灰色烟雾 正是这些升腾而起的烟雾 凝结成了星辰外 那可以隔绝一切探测的灰色云雾 这还不是最让楚行云惊讶的 最让楚行云惊讶的是 这方世界 他曾经来过 甚至于 此时此刻 这块残片之上 就有两个老朋友 此刻正全速朝这边赶来 悬停在半空中 楚行云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笑意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两道窈窕的身影 从下方升腾而起 朝着这边飞腾而来 飞到镜前 两道身影 似乎想要投入楚行云的怀抱 不过下一刻 两人却猛地停下了动作 拘谨地悬停在了半空中 但是两双美目 却一眨不眨地看着楚行云 目光中的柔情 简直快要把人融化了 淡然一笑之间 楚行云身形飘动 纷纷给了两人一个拥抱 随后淡然道 丁香 丁宁 你们还好吗 没错 这方世界 正是以前楚行云 曾经多次来过的死灵界 而这两个女孩 正是丁香和丁宁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丁香点了点头道 很好 我们一切都很好 丁香的话声刚落 丁明便接口道 你真不够意思 连一面都不肯见我们 这 面对丁明的怨对 楚行云苦笑一声 不是他不够意思 可是即便见了 又能如何呢 事实上 楚行云只是爱屋及乌 力所能及地 帮了他们一把而已 对于两个女孩 楚行云并没有那种男女之爱 看着楚行云苦笑的样子 丁明继续道 其实 你不需要那么纠结 我们两姐妹 也从来没缠着你 死活要嫁给你 就算连奴婢你也不需要 但是见见我们总可以吧 恶然看了看丁香和丁宁 以楚行云的能力 当然可以分辨出 两人说的话是真是假 是不是真心话 丁香和丁宁 说的话 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而且不得不说 无论是丁香还是丁宁 他们对于楚行云的爱 更多是精神上的 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是这个世界唯一 对他们好的人 对于丁香和丁宁来说 深爱着楚行云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与楚行云无关 不管楚行云接受不接受他们 这种爱都不会改变 本章完 第1967章 高处不胜寒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真正的爱就是这样 绝不会因为得不到回应 便不爱了 真正的爱 是没有条件 没有限制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此时此刻 丁香和丁宁 在楚行云的全力栽培下 尤其是服用了那两颗 帝尊金丹之后 都已经成就了帝尊 从这一刻起 他们都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只要不被杀死 只要扛过天地大劫 他们便永远不会死亡 如此漫长的生命里 他们现在只相当于婴孩而已 即便想要结婚 想要嫁人 也要等三四千岁 或者是三四万岁时再考虑 时间那么长 变化那么多 谁能说清未来的事情呢 最重要的是 自从成就了帝尊之后 两姐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聊 精神世界一片空虚 成就了帝尊之后 凭借着他们麾下的烈火军团 时到如今 两姐妹所过之处 已经是无人可敌了 尤其是当两姐妹 率领着三百六十五名烈火军团的大将 手持三百六十五杆周天星火旗 布下周天星火大阵时 即便是焚山主海 都不在话下 可是古话说得好 所谓高处不胜寒 当他们真的走到绝顶的时候 感受到的却只有寄留 金钱 权力 身份 地位 一切的一切 全变成了浮云 再难让他们 有丝毫的欢喜 唯一心爱的人 却连一面 都不肯见他们 这样的永生不死 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个人 想要什么 就可以得到什么 想做什么 就一定可以实现的时候 其实便什么也不想得到 什么也不想做了 当初 白冰之所以蛊惑水流香 去征伐星辰大海 其实原因也就是 因为受不得寂寞 不想辜负了一身的才华和本事 水流香之所以被蛊惑 其实未必是智商低 也不是情商弱 事实上 他的生命 也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百无聊赖之下 能够再见楚行云一面 变成了他生存的唯一意义了 不是他矫情 实在是 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误导和耽误了两个如此善良可爱的女孩 无论如何 楚行云不希望给他们任何情感上的错觉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道 好吧 以前是我多虑了 不过我保证 以后一定不会了 微笑着点了点头 丁香道 你一个人离开了 相帅也带着人族七大将离开了 就留下我们这些没人里的 留在这里 什么 你刚才说 水流香他 他走了 疑惑地看了看楚行云 丁香点头道 是啊 你走后三年 相帅找出了当年人族的星空战舰 带着人族七大将一同出发 说是去找你了 这 他们 唉 听到丁香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连连跺脚 内心非常着急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星空世界之浩渺 不深在其中 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星空不是一个平面 而是一个立体世界 航向哪怕差上一丝 彼此的距离 也只会越拉越远 如果持续飞行一个月的话 彼此的距离 即便用天涯海角 都不足以形容啊 不过现在在即 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水流香已经出发了一两年了 除非准确知道 它去了哪里 否则的话 根本就无从寻找 通常而言 人们喜欢用大海捞针 来形容寻找的难度 可是对于楚行云而言 所谓的大海捞针 那针得太简单了 神石一扫之间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根绣花针 可是星空世界 星辰已一照照照 即 谁知道水流香往哪个方向去了 又停留在了哪一颗星辰之上 叹息一声 楚行云甩了甩脑袋 理智告诉他 最好的寻找方式 就是不找 有缘的话 到处瞎逛 也可能碰面 如果无缘的话 即便是擦肩而过 恐怕也只能失之交臂 而且 不出预料的话 早早晚晚 水流香一定会听说星辰之海 听说奇迹之路 或早或晚 水流香一定会出现在星辰之海中 出现在奇迹之路上 因此 楚行云只要尽快赶去星辰之海 踏上奇迹之路 并且尽快闯出自己的名号 扬名立万 水流香便可以很轻易得到自己的消息 从而找到自己 除此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思索之间 楚行云长吸了口气道 好了 我不能在这里久留 怎么样 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愕然看了看楚行云 丁香开口道 烈焰军团的大将们 现在正分散在七大险地中 还需要六天时间 才会过来聚集 烈焰军团 听到丁香的话 楚行云不由皱了皱眉头 不过只稍微一想 便想了起来 这烈焰军团 是楚行云下令 由丁香和丁宁姐妹牵头 组建起来的一支军队 这支军团 全部是由九瓶火系天赋的武者组成的 每个人的手中 都拥有一杆周天星火旗 当365人合并一处时 便可以立下周天星火大阵 可谓是焚山主海 颠倒乾坤 那套周天星火旗 是帝天翼亲手炼制的 是南宫家族的阵族至宝 当初 楚行云并没有太看重 那套周天星火旗 可是当楚行云成就天地 踏入星河之后 回头再看的时候 便大不一样了 那365感周天星火旗 可不仅仅是帝兵而已 以帝天翼的身份和地位 以帝天翼的境界和实力 但凡出手了 最次也得是行星级的帝兵 而且 以楚行云现在的眼界 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来 那365感周天星火旗 确实都是行星级帝兵 行星级帝兵 就是将行星炼化 用一颗行星蕴含的金属 精炼而成的帝兵 其威能之强大 可想而知了 而且 作为火系的天尊 帝天翼选择的 肯定是内涵恐怖地火的行星 因此 这365感周天星火旗中 蕴含着无边的火焰之力 一经引发 连星辰都可以焚烧 可惜的是 这周天星火旗 虽然强横无比 但是别说是烈焰军团了 即便是现在的楚行云 也无法发挥出 这套帝兵的真正威力 以武皇的境界 去驾驭这些周天星火旗 能引发千万分之一的威能 便不错了 本章完 第1968章 白骨洞五层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只一刹那之间 楚行云便想了很多 如果将烈焰军团带上 那么 将来需要炼星融金的时候 他们能帮上的忙 就太大了 楚行云布下九日 恒天大阵 烈焰军团布下周天星火大阵 双阵叠加之下 虽然熔炼行星 还太勉强 但是熔炼一些超大型陨石 或者是卫星 却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尤其是 当楚行云有事需要离开时 光是烈焰军团自己 也可以完成炼化陨石的工作 如此一来 楚行云就可以抽身出来 做其他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思索之间 楚行云断然点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咱们 就等他们一周好了 说话之间 楚行云和丁湘 以及丁宁三人 从半空中降了下来 落入了死灵界 烈焰军团的驻地之内 纷纷落座之后 楚行云开口道 对了 七大险地 你们探索的如何了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丁湘皱起了眉头道 其他的六大险地还好 虽然一开始 阻力确实很强 可是即便到了最高的第九层 那些怪物的实力 提升的也不多 点了点头 丁宁接口道 没错 其他的六大险地 即便是第九层 也仅仅是普通帝尊的实力而已 我们烈焰军团 都已经扫平了 乐然地看了看丁湘和丁宁 楚行云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 骷髅山 白骨洞内的骷髅战士 反而是实力最强的 严肃地看着楚行云 丁宁点头道 没错 其他的六大险地 其实是须有其表 即便是最高的第九层 也只有一个勉强达到 帝尊境界的死灵生物而已 用力点了点头 丁湘道 可是骷髅山 白骨洞不同 完全不同 长吸了口气 丁湘继续道 经过上百年的杀戮 我们已经彻底摸清楚了 骷髅山 白骨洞前 四层的所有虚实 其中 第一层的骷髅 其境界对应着人类的天灵境 第二层对应阴阳境 第三层对应涅槃境 到了第四层的时候 听着丁湘的话语 楚行云不由地想起了 当年来这里的时候 探索第四层时 遭遇到的那种骷髅射手了 猛地抬起头 楚行云道 我知道 第四层是骷髅射手 其境界对应着人类的武皇境界 是这样吗 深沉地点了点头 丁宁道 是啊 正是如此 不过你猜猜看 白骨洞的第五层 那些骷髅战将的实力 又会是如何 面对丁宁的问题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道 虽然感觉很夸张 但是按照规律 推算的话 白骨洞五层 难道是帝尊境界 苦笑着点了点头 丁宁道 是啊 白骨洞一共九层 可是从第四层起 竟然就已经出现了帝尊境界的骷髅射手 这太夸张了 楚行云站起身来 沉声道 走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面对楚行云的要求 丁湘和丁宁也没有拒绝 反正过去一百多年来 这里他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 多跑一趟也没什么 很快 一行三人离开了猎咽军团的驻地 朝着骷髅山 白骨洞的方向赶了过去 前三层不必多说 一路走去 楚行云根本就没有动手 所有的骷髅 全部被丁湘和丁宁随手击毙 一直到第四层时 丁湘和丁宁才不得不认真起来 虽然四层的骷髅射手 只有武皇境界 但是 他们射出的古剑 威力却巨大无比 光是能量上的打击 丁湘和丁宁都不怕 可关键是 那些古剑之上 还携带着恐怖的力量 每一只古剑 都拥有着穿金动铁的恐怖威力 一旦被这样的古剑射中 虽然不至于受伤 但是受损却是在所难免的 而且 一旦太过大意 同时遭受几只 甚至是十几只骷髅射手击火的话 即便身为帝尊 丁湘和丁宁也一样会受伤 甚至有可能死在这里 单对单 帝尊绝对碾压武皇 这不是问题 可如果武皇有几十个人 而且彼此联手的话 帝尊也不一定就能胜利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不得不出手了 右手一挥之间 正在次元空间中 呼呼大睡的圆红和牛夯 一脸茫然地出现在了洞穴之内 看着两人一脸茫然的样子 楚行云笑着道 好了 别睡了 赶快前面开路 我们继续前进 听说有架可打 元红和牛夯顿时亮起了眼睛 过去一年多来 这两个家伙 只能彼此对练 好久没有与外人战了 虽然两人之间的战斗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打得分外过瘾 可是对方毕竟是自己人 对练可以 但是却是不能下杀手的 因此 无论是元红还是牛夯 对打起来 虽然不至于缩手缩脚的 但是所有杀招 却都是封印了的 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大杀特杀 这哪还能不兴奋 一声大吼声中 元红和牛夯顿时红起了双眼 拎着手里的铁棍 一路朝前闯了过去 看着如此庞大的两个大家伙 丁香和丁宁不由地一眼惊讶 尤其是当这两个家伙 硬抗着白骨射手的骨剑 一路横冲直撞地冲过去 一棍子将那骷髅射手 敲得粉碎时 便更是目瞪口呆了 作为妖族 元红和牛夯都拒绝用铠甲 单单凭借他们那一身毛发和厚皮 就足以抵挡住这些骨剑了 对于元红和牛夯来说 这些骨剑 不过是小孩子玩具而已 别说射穿他们的厚皮了 事实上 这些骨剑连他们的毛发 都无法射断 一路横扫之下 所有的骷髅射手 尽数被元红和牛夯砸成了碎片 转眼之间 便进入了通往第五层的入口 助力在五层的通道处 丁香严肃地道 接下来就是第五层了 里面的骷髅射手 不但境界提升到了帝尊境界 而且 他们的身躯上 也穿上了青甲 青甲白骨射手吗 毫不在乎地撇了撇嘴 元红和牛夯也不想那么多 头一低 直接钻进了通往五层的通道 到底厉不厉害 先打过再说 见到元红和牛夯如此大意 丁香和丁明 不由焦急地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面对两个女孩焦急的目光 楚行云淡然一笑 摇头道 不用担心 能秒杀这两个家伙的帝尊 还没有出生呢 他们没事 说话之间 楚行云也不多做解释 带头而行 迈入了白骨洞五层的阶梯通道 本章完 第1969章 由我来负责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路前行之间 很快 前面传来了剧烈的铿枪声 转过阶梯的转角 放眼看去 牛夯和元红 挥舞着手中的浑铁棍和冰铁棍 将两根铁棍舞成了一团朦胧的光影 将所有射来的骨剑 全部砸飞了出去 朝对面看去 18个身穿轻甲的骷髅射手 分散在出口外的各个隐蔽处 不断地射出一只只骨剑 射得元红和牛夯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面对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很显然 如果对手只有三五个的话 以元红和牛夯的实力 绝对是可以对抗 而且可以战而胜之的 可是现在对手实在太多了 而牛夯和元红所在的位置 又太过狭窄 18只骷髅射手 连珠般传射之间 两人根本连气都透不过来 更别提反击了 听到楚行云的脚步声 元红和牛夯不由对视了一眼 随后猛地仰天长毫了起来 长毫声中 元红那雪白的毛发之间 生腾起一道道血红色的雾气 一双眼睛 更是红光四射 冒着血色的光芒 而那牛夯也不示弱 一声长毫声中 原本就漆黑的毛发之间 生腾起黑色的烟雾 一双眸子 更是放射硕硕的火光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元红已经开启了 他的魔源霸体 而牛夯也已经开启了 他的混世魔体 可是要知道 这里才是第五层 面对的也只是轻甲骷髅射手而已 竟然就已经逼出了他们的绝招 这白骨洞恐怕不简单 开启了魔体和霸体之后 元红和牛夯完全无视 那栋金穿石的骨剑 和上一层一样 一路横冲直撞 挥舞着铁棍 将所有的骷髅射手 尽数砸得粉碎 楚行云 丁香 丁宁 元红 牛夯 五人皆为帝尊境界 因此 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一小会功夫 五人便抵达了六层入口 二话不说 牛夯和元红 埋头冲进了第六层的入口 此时此刻 牛夯和元红 依然开启着魔源霸体 以及混世魔体 因此 对于接下来的敌人 他们根本就无所畏惧 可是 事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当当 刚冲进第六层的入口 下一刻 两声剧烈的铿锵声中 元红和牛夯 那巨大无比的身体 瞬间便被距离轰飞 倒撞在阶梯通道的墙壁之上 看着元红和牛夯 狼狈地从地面上爬起来 楚行云的表情无比的严肃 以元红和牛夯 自雷神世界得来的力量 却依然看不住两道古剑的传射 由此可见 白骨洞六层的骷髅射手 已经拥有着一阶帝尊的实力了 当这楚行云的面 出了这么大的丑 元红和牛夯 顿时怒了 翻身爬了起来 元红和牛夯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了各自的血脉 好 好 伴随着两声疯狂的吼叫声 刹那之间 元红的身上 血气如火 而牛夯的身上 则是黑气如烟 分别激发了狂怒血脉 以及狂牛血脉之后 两个憨糊二话不说 疯狂地再次朝第六层冲了过去 叮当 咔嚓 轰隆 剧烈的铿枪声 顿时响成了一片 好奇之下 楚行云带着丁香和丁宁一起 快步走出了阶梯通道 转过转角 战场出现在了正前方 放眼看去 骷髅射手 不再是身穿轻甲 而是换了一身厚实无比的坚固重甲 重甲射手的传设下 每一只古剑的威力 都重落山岳 即便以元红和牛夯的强横 不开启血脉 激发魔体 也一样抗不住 而且 即便被冲到了身前 即便被元红和牛夯一通很杂 那重甲竟然也没有立刻便被砸毁 一连要砸三四棍 才可以彻底击溃一只重甲射手 一人一只 终于 元红和牛夯 几乎同时击溃了对手 对望了一眼 元红和牛夯 不由仰天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两个憨货大呼过瘾 如此的殊死搏杀 正是他们最最喜欢的 大笑声中 两个憨货也不停留 各自拎着铁棍 朝着第六层的通道深处大步走去 以寻找下一个对手 他 他们 受伤了 看着渐渐远去的两道身影 丁香和丁宁 不由地看向了青灰色的地面 放眼看去 那青灰色的地面之上 两行烟红的血迹 无比的鲜明 无比的刺眼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毕竟是一阶帝尊 重甲射手的骨剑 已经破开了他们的防御 不过 这只是皮肉之伤而已 不要紧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宏和牛夯 不由转过头来 黑黑一笑 随后转回头去 继续前进 欣赏地看着那两个憨货 楚行云微笑着道 不见点血 他们根本就兴奋不起来 而且 受伤 会让他们的血脉和魔体 更快地被激发出来 哦 了然点了点头 丁香和丁宁似懂非懂 目光中的担忧 却依然不曾抹去 一路前行之间 又击溃了两只重甲射手后 袁宏转过头 对着丁香姐妹道 不用担心我们 受伤对我们来说 是好事 嗯 点了点头 牛夯粗声粗气地道 受了伤 我们的血脉和体质 才会感受到威胁 释放出血脉和躯体内 潜藏的力量 微笑着看着两人 楚行云接口道 没错 如果没有足够的战斗 这两个家伙 即便血脉再高 体质再强 也根本激发不出来 赞同地点了点头 袁宏道 不过 接下来的第七层 恐怕我们俩是顶不住了 沉闷地叹息一声 牛夯接口道 不出预料的话 下一层骷髅射手射出的古剑 应该可以射穿皮毛 射穿肌肉 深深射进肌体之内 听到袁宏和牛夯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严肃了起来 深深地看着袁宏和牛夯 楚行云道 如果怕受伤 怕疼痛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收手了 接下来的一切 由我来负责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宏顿时耿起了脖子 大声道 怕受伤 怕疼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袁宏死都不怕 怎么可能会怕伤 怕疼 用力点了点头 牛夯道 就是就是 我牛夯武皇境界时 就天天陪各路腰地战斗 何时怕过伤 怕过痛 耸了耸肩膀 楚行云贪手道 既然不怕伤 也不怕疼 那就继续 反正有我在 我保你们不死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宏和牛夯 不由地一脸茫然 虽然说不怕伤 也不怕痛 但似乎没必要这么拼吧 本章完 第1970章 枯竭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如果真是逼不得已的话 那么没话说 再痛再苦 他们也会咬牙坚持 死都不怕 又怎么会怕这些 可现在不是这样 情况并不危急 大家也没面临绝境 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看着两人茫然的样子 楚行云淡然道 想想雷神世界 想想你们的力量 雷神世界 力量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宏和牛夯 先是一阵迷糊 不过很快 两人很快就明白过来 出到雷神世界的时候 他们连爬都爬不动 可是在雷神世界的恐怖重力下 他们的血脉和体质 被彻底激发了开来 只三个月的时间 袁宏和牛夯 就彻底适应了雷神世界 适应了那里的一切 不说飞天遁地 但是一蹦百丈高 却是轻而易举的 看着两人若有所悟的样子 楚行云继续道 如果你们甘于平淡的话 那确实不该那么拼 该退就退 该走就走 这是应该的 说话之间 楚行云眉头一锁 声音瞬间低沉了下来 可是 如果你们想尽可能激发自己体内的血脉 强化自己魔体的话 你们就不应该逃避任何战斗 环顾一周 楚行云目光先后从袁宏和牛夯的面孔上扫过 森寒的道 只有血与火中 只有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你们才可以重现祖先当年的辉煌 听到楚行云的话 袁宏和牛夯 第一时间捏紧了双拳 牙齿咬得紧紧的 深深地看着两人 楚行云继续道 如果玉势能退就退 玉战能逃则逃 那么你们凭什么 和你们的祖先比较 难道说 他们当年就是这样成就无敌妖尊的吗 面对楚行云的一席话 袁宏和牛夯对望了一眼 随后二话不说 对着楚行云 深深地一躬 随后转过身 大步朝前走去 说到祖先 无论是太古魔猿 还是混世魔牛 从来不会逃避任何的战斗 未战先溃 不这儿逃 那怎么可能 对于太古魔猿 以及混世魔牛来说 他们从来不问敌人有多强 也从来不问敌人有多少 他们唯一关心的 就是敌人在哪里 只要能战得尽兴 只要能打得开心 即便战败又如何 即便战死 又何妨 一路杀去 一直到第七层的入口处 袁宏和牛夯已经气喘吁吁了 朝地面看去 两行凄厉的血迹 在两人的脚下 不断地朝前延伸着 这一路上 没有人知道 这两个家伙 到底受了多少伤 留了多少险 原本 其实伤口并不难判断 一眼看过去 应该就一目了然了 可是事实不然 袁宏的一身白色毛发 被血色光焰所笼罩 血色与光焰混合在一起 即便染上了鲜血 也根本就看不出来 而牛夯原本就是黑色毛发 周身又生腾着黑色的雾气 因此 即便流了血 也根本分辨不出来 看着疲惫不堪 万分虚弱的两个家伙 楚行云却一脸淡然 继续由袁宏和牛夯 在前面开路 进入了白骨洞第七层 嘟嘟 刚一进入第七层 两声闷响声中 两只骨剑瞬间破空而至 深深地射入了 袁宏和牛夯的肩膀中 原本 这两剑是射向两人心脏的 只不过 关键时刻 袁宏以及牛夯 还是凭借野兽般的直觉 提前判断到了 对方的攻击部位 及时避开了要害 眼看着袁宏和牛夯痛的 呲牙咧嘴 楚行云不由地抱贺一声 还愣着做什么 想死吗 给我杀 面对楚行云的怒吼 袁宏和牛夯猛一咬牙 握紧了手中的铁棍 疯狂地朝那两只骷髅射手冲了过去 放眼看去 第七层的骷髅射手 不但身穿重甲 而且手中的弓箭 也从长弓 变成了一人高的巨弓 漫条斯里的取出了一根古箭 两个巨弓骷髅 再次弯弓搭箭 呼啸着朝袁宏和牛夯射了过去 就在两根古箭射出的一刹那 凭借着野兽般的本能 牛夯和袁宏的身体 几乎同时挺直了躯体 于是 两根原本射向两人咽喉的古箭 却深深射入了两人的胸膛 就在两个巨弓骷髅 再次取出一根古箭 第三次弯弓搭箭的同时 袁宏和牛夯 终于冲到了镜前 在对方射出第三只古箭的同时 一棍抽了出去 一旦被拉近了距离 接下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巨弓骷髅拥有着 杀死袁宏和牛夯的实力 只要能射中两人的要害 就可以将两人秒杀当场 可若是不能射中要害的话 那么凭借袁宏和牛夯的魔体 以及血脉 便只能是伤而不死 要知道 这巨弓骷髅 可是拥有着二节帝尊的实力 而袁宏和牛夯 却只是普通的帝尊而已 连一节都没有渡过 第七层的骷髅并不多 一路走去 一共只遇到了九队巨弓骷髅 袁宏和牛夯联手之下 九队巨弓骷髅 全部被砸得粉碎 不过与此同时 袁宏和牛夯 全身上下 也被射中了十七八件 终于击溃了最后一队巨弓骷髅后 袁宏和牛夯 虽然依然想咬牙坚持 但是身体却实在撑不住了 扑通一声 几乎同时摔倒在地面上 在丁香和丁宁的泪眼注视下 袁宏和牛夯奋力地挣扎着 试图站起身来 继续前进 继续战斗 可惜的是 事到如今 他们真的已经枯竭了 尽管意志上 他们依然无比强大 但是他们如今的躯体 却不足以坚持下去了 欣慰地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好了 可以了 你们能拼到这里 已经足够了 说话之间 楚行云走到两人身边 双手轻轻一压 一扯之间 二三十只骨剑 呼啸着从两人的身躯中 飞窜了出去 深深地看着袁宏和牛夯 楚行云道 好了 接下来 你们就好好休息 好好养伤吧 相信我 等你们伤好后 便会惊喜地发现 你们的实力 将得到跨越式的提升 嗯 虽然身体非常疲惫 一点力气都没有 但是袁宏和牛夯的精神 却非常的兴奋 他们知道 楚行云说的是对的 此次伤势虽然很重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血脉和体质中 潜藏的能量 才会更多地被激发出来 长吸了口气 楚行云掏出一包精致直血散 小心翼翼地 撒在两人周身各处的伤口上 看着楚行云小心翼翼的样子 看着楚行云面上 偷偷露出的不舍之色 牛夯和袁宏不由地笑了起来 能跟在大王身边 真的太好了 只不过 这才是第七层 接下来 还有第八层 以及第九层 那里 又将有多么强大 多么恐怖的存在 在等着他们呢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